有一部日本荒诞的成人童话 恶童 他不适合小孩子观看 并不是说他低俗啊 而是小孩子根本没办法看懂 甚至连大人都不一定明白他讲了什么 他特别的黑暗 但却又特别的治愈 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很累 觉得活着好辛苦 我真的强烈建议你能静下心来 听我讲完这个成人童话 小黑和小白是生活在宝丁的两个孩子 他们把这座城市视为自己的童话王国 总是在闲暇时在城市逛来逛去 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巡逻领地 小黑不喜欢大人 只要看见有讨厌的大人 他会毫不犹豫地拿起铁棍直接打他 如此似乎忌惮的小孩并不是富二代官二代 相反他跟小白两人都是孤儿 是这座城市最底层的居民 他们生活在废墟中的一辆小汽车里 未来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遥不可及 但即便如此 两小孩还是活得特别开心 尤其是小白每天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 搭着鼻涕猴形象地在大街上游走 这天宝丁来他两个兄弟 他们想要跟这座城市的猫党抢地盘 而猫党的成员其实只有小黑和小白 两伙人一见面就发生矛盾 打了起来 显然两个兄弟并不是黑白的对手 很快就被他们给赶走了 猫党的存在让宝丁的黑帮很直头疼 而宝丁之后城市有很多黑帮 最近一个男人老鼠的到来 更是让宝丁变得更加暗流涌动 警察藤村发现老鼠的到来也提高了警惕 但是现在两伙人表面上却特别和谐 老鼠手下木村找人吃鸡 到地下圈机场贩卖毒品 圈机场的主人朱古力发现后和他们起了争执 但是比起势力来说 现在是老鼠他们更胜一筹 小黑和朱古力的关系不错 看到至于幕后的他心里已经有了盘算 他的地盘绝对不允许有人来撒野 虽然这个主人名头是自称的 可是对于宝丁 小黑是铁的心的要维持他的秩序 但是这个思想却遭到了一个老爷爷的反对 这个老爷爷是小黑唯一喜欢且性能的大人 老爷爷认为宝丁不属于任何人的 或者说不可能有人可以永远统治一座城市 时代在更新换代 以前的宝丁跟现在也有很大的差别呀 老爷感叹这个糟糕的时代 小白还能这么天真 每年活在幻想世界真不容易 他可以拿着一个苹果籽 想象着它长成大树 可哪有什么岁月正好 老爷爷也清楚 是小黑在替小白遮风挡雨 但他更清楚 就像没有人可以永远统治一座城市一样 也没有人可以永远保护一个人一个辈子 小白再回家后就把苹果籽种在了土地 而小黑则在等小白睡着后 一人独自来到牧村的地盘 果然 牧村他们正在用主鼓励母亲威胁着他 在牧村脱口说出 这里是我们的 小黑犹如天神降临一般在窗口怒吼 所有破窗而入 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说 宝丁是他们的 暴力残酷的小黑以一级吃力打败了牧村他们 但是更为糟糕的事情才刚刚发生 老鼠是黑帮的中层管理 他身后还有一个大佬 这个大佬真的计划着将宝丁开发成一个娱乐场所 而目标正是小黑他们生活的那个结局 并且工程已经在小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开始了 可即便反应过来也无济于事 因为老鼠对这场改动也很是反感 他同样对宝丁有很深的情感 只是他也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件事 大佬的这要小黑奇迹分布后特别生气 老鼠更是安排牧村暂时休息一下 因为小黑这个刺头很难缠 被他钉上的人会一直想方设法的去找麻烦 与其跟他号 霍露了牧村去休养一下 结果这个举动却让木村认为自己被老鼠抛弃了 伤心的他却得知自己女友怀孕了 这样看来 他倒是有机会可以去过安稳平静的生活 而大佬也在之后找到了一位合伙人 两人打算将小黑那块街区改造成儿童游乐场 然后在里面夹杂着赌场 以此达到多元化的赚钱方式 老鼠听到后却面露优色 他还是希望老成可以保持现有的模样 虽然街道上还是低俗的脱衣物产业等等 但这些都是老成的昔日辉煌 不过在时代面前任何产业都有消失的那一天 合伙人在得知宝丁有个刺头小黑后 虽然对他们整体计划构不成威胁 但还是可能会影响进度 于是他派出了三个杀手 在整座宝丁城寻找小黑小白的下落 第一个杀手找到了小黑他们的住所 频率散爆血腥的小黑在面对着冷血无情的职业杀手时 就显得特别弱小 幸好小白偷袭才救下小黑 但是在逃跑时却还是被杀手给抓到了 他们从屋顶直直落下 即便脑袋被摔得流血 这杀手还是站起身来抓着小黑要起于致命一击 谁知小白又一次搞偷袭 在屋顶的破洞倒下汽油 此时小白显得有些抓狂 嘴里喃喃的念着什么 似乎是关于喃喃幻想的城市 随着一根火柴隐喃的杀手 他们暂时逃过了一劫 可是小白却因此陷入了昏迷 明白地址被人查到的小黑要赶紧逃离 可是撤离还有他们重要的东西 他想要回去拿回来 结果小黑前驾刚走 小白马上就醒了过来 想到自己苹果树还没浇水 于是便屁颠屁颠的要回去浇水 但是回去的途中却被另一个杀手看到 两人你追我赶 剑险的逃亡场面被警官腾村看到 他立刻下车也追了上去 但是却没能在关键的时刻救下小白 杀手直接把剑插进了小白体内 所有并赶紧逃走 现场也被杀手搞得混乱无比 腾村他们反应过来后却发现 小白已经不见了 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竟然走回了家 命打了小白被小黑即时送到医院抢救回来 此时的小黑脸色阴沉 而故事到这里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了高超 小黑的梦想虽然是守护保定 但真正的梦想其实是守护小白 可是正如老爷爷所说的 他不能保护好小白 甚至会因为自己而连累他 在警察找到小白后 想暂时带他离开进行保护 换做以前的小黑已经和警察干架了 但是这一次 他就开口已经不需要小白了 两人就这样被迫分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小黑想起老爷爷告诉自己的话 其实在根本意义上是小白在保护小黑 外表看似坚强的小黑 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脆弱 这些年的梦想有些本末导致 小白的存在让小黑无时无刻都在保持理智 即便充斥在暴力的环境下 却仍旧没有失控 事实上真的就是如此 在小白离开的这段时间 小黑开始疯狂对保定的黑帮下手 他杀人了 他发疯般地展开嗜血行动 种族城市的人都在有传小黑被恶魔附身的谣言 可只有小白清楚 小黑不是被恶魔附身 其实小黑还是保持着理智 只是没有小黑在身边 他做事也更加没有分寸 他还遇到了老鼠 但是却没有杀他 因为小黑感觉老鼠马上就要死了 老鼠其实已经跟黑帮老大他们决裂 他终究无法赞同保定的变动 可是时代的红牛又有谁可以去抵抗 如果可以抵抗 也绝不是他跟小黑两人做得到的 果然老鼠的死期到了 而无人拿出一把枪 让木村去杀死老鼠 否则 那怀疑的女友可能会出事 在木村电话打过来后 老鼠已经预测到了会发生什么 但是他还是选择赴约 在吃完饭后 他们来到一处没有人烟的街道 冬天的温度 即便穿着大棉袄却还是很冷 可即便夏天到来 在这条街上可能还是会感觉到冰冷 这座城市充满了污秽 却又充满了美好 绝望中加大着希望 让人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 在老鼠嘀嘀咕咕一些话后 木村还是喊累地逃出了手枪 这完全就是意料之中 木村还想对老鼠说什么 可是老鼠却打断了木村的话 提醒他 面对必杀之人不要磨磨叽叽 数量发现场一定要清理干净 做完的衣服必须马上丢掉 还有必须好好清晰老婆孩子 木村的声音开始急促起来 这些犹如老父亲的教导 让他实在不忍心开枪 可这最终那一声枪响 还是打破了这深夜的灵境 小外看了老鼠最后一面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纯粹的好人 做多端的老鼠 最后也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账 老鼠的刺 其实给小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毕竟西日的伙伴 却为了生活妥协 而互相伤害 小黑的理智 终于消散得差不多了 他抱着一个玩偶在大街上 见到人就说 这是我的伙伴小白 甚至走到才刚建成不久的儿童城 辉煌的场景和西日的宝丁完全不同 幻生笑语中止在这里 可是 在这城市的某个角落 小白突然变得抓狂 他手上的话开始变得魔镇 而走进儿童城的小黑 能就意识不清 这时 赫火轮安排的杀手突然看见小黑 他们毫不犹豫的直接开枪 优客四座逃窜后 整个场地就只剩下小黑一个人 小黑手里的娃娃被子弹毁掉后 他的意识就像随着娃娃破碎 而彻底崩坏 一个戴着面具的牛头人 从天而降 他动作迅捷 着时很大 情恶意取的就将杀手打死 而赫火轮也在这一刻 被木村取枪对着 赫火轮在美木村的勇气 他在赌木村不敢开枪 他还在行众彩彻 是谁派来的呢 可派木村来的不是人 是爱与城 赫火轮的死亡 也让儿童城开始崩坏 小黑的精神 也被牛头人开始不断侵蚀 那个怪物慢慢地 褪去了面具 变成了小黑 强大的力量 让小黑显露迷茫 而小白也显露了疯狂之中 他似乎是感受到了小黑的痛苦 没有白的存在 小黑就像失去灵魂的野兽 但这一次 他就在黑人的世界中 依靠过去的回忆 而重拾自我 救他的人 能就是小白 可即便如此 牛头人还在继续怂恿他堕落 但是这一次的小黑 却格外艰辛的一份回忆 能性的善恋和邪恶对撞后 会在一刹那间奋住胜负 进行过来的小黑 最后和小白握手冲锋 可木村却在准备 带着爱人离开时 被人杀死 故事的结尾 是小白小黑两人 来到梦想的海边游玩 只是小黑突然发现 手上的伤疤不见了 牛头人在消失的时候 变成了一道伤疤 他警示小黑 黑暗永远存在 只要光明消失 黑暗就会瞬间进食 哦对了 故事的最后还提到 哪个苹果子 他把牙生根了 其实看过这部动画 定义了人真的不多 但却有近六万能 评出8.6的超高分 从优乐园建成之后的片段 其实就有点像梦境中的场景 一真一假 让人无法分辨 为什么我说 如果觉得生活很累 最好听完这个故事 因为整部动画 在我看来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提出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人是为了什么而活着 黑和白本来就是相伴的存在 可是矛盾的同时 却互相扶持 片中有矛盾的点不在少数 猫蛋和老鼠 还有合伙人的名字叫蛇 这些名字都有着很大的寓意 而在故事社林看来 蛇先生和老鼠 他们都是坏人 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 对一座没有开发的城市进行开发 似乎并不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能和城市其实一直都是捆绑的 因为你需要依赖城市去生存 但是城市却很难会因为你 而去发生改变 时代的洪流 其实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抵抗 不去改变的人最终只有抱怨和无奈 甚至会产生求死的心 就像老鼠这个角色一样 为什么杀了好多黑帮的小黑 却唯独不杀他 因为这时候老鼠和身为猫党的他 两个矛盾体却产生了共鸣 最终时代潮流是每个人必经之路 但就是有人不愿意改变 不接受改变 最后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则 一些记忆等等原因而停下脚步 甚至还会要求别人也一起停下脚步 就像当今社会的一些老年人 不是全部哈 他们不愿意学习智能手机 他们学得动 但就是无法接受这些高科技 明明手机听着广播更加方便 但就是喜欢听收音机那种感觉 这不是杠 而是少年自己身边就有智能人的存在 故事中以城市为基础 讲述两个小孩还有老鼠 之所以保护自己的城市 可这种城市少了他们不少 多了他们不多 他们与其说是想要守护城市 不如说是想要守住回忆 因为他们珍惜的 只不过是那露宇所见的建筑 牛头人在这部动画里 也有一个名字叫You 它就是人类心深处的黑暗 也就是暴力等等 每个人类心深处都被关置一只You 你需要一直和它对抗 它没有形体 摸不着看不见 却能确切地知道它就在那里 小A这个角色是代表着人类的理性 而小白则是代表着人类的感性 而对抗You就是需要黑和白一起配合 人的理性感性 不仅需要对抗内心深处的黑暗 还要时刻提防蛇先生的偷袭 这里的蛇先生 我根本愿意理解为时代的变动 用此我的理性和感性去调整心态 看自己是否能做出改变去迎合时代 虽然我们生活的城市很冷漠 但就像故事里所讲到的那颗苹果子 它在最后生根发芽 可是小黑小白却没有发现 也没有再想起来过 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怎样 它就像我们来的梦想一样 在很早很小的时候就埋下 你不断地关注 不断地期待 不断地付出 却发现一直没有破土 那颗苹果子就生活在一个废墟旁 这就好比你现在抱怨的糟糕环境一样 可笑的是 等你慢慢忘记了这个东西 它就发芽了 梦想也是如此 我举个例子 当一个乡下孩子经常工作 他希望可以到大城市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这就是他的梦想 他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却有能力让家人的生活 变得更加幸福 梦想似乎已经完成了 可是大城市的灯红酒绿 你最后迷失在其中无法满足 开始抱怨生活的不公 为之没有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 而这个时候你需要想到小白 在充斥着暴力的环境下 他能就让自己平静 懂得满足 生活很美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保持着自我的感性和理性 去享受生活 加油吧 如果你还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还相信你自己未来充满希望 不妨终恶一次 对我空气大海一声 加油 如果觉得不好意思 就在评论区里留下加油 给自己鼓励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看爱的酒精能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乐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